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清醒思考的艺术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清醒地思考理性决策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小到网上购物 大到工作选择 许多人稍微回忆一下就能找出一堆后悔的决定 即便是在大众眼中的聪明人也时常会做出蠢事 有的经济学家经常预测市场走向 却没几次真的说对 还有的CEO花几千万甚至上亿美金收购的公司 到最后却是不断亏损 为什么做正确的决定这么难呢 本书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思维过程中到处是陷阱 一不小心就会踩进去 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想做出正确决定就必须学会分辨这些陷阱 本书作者罗尔夫多贝利是一个很传奇的人 他出生于瑞士既是企业家又是作家 他做过许多投资创办了全球知名的商业书斋网站 易得书斋 也出版了好几部小说和心理学书籍 丰富的社会经历加上经济学博士的背景 让多贝利对生活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思考 他的交际圈也非常广泛 从商业名流到知识分子 他和许多第一流的精英有着深入的接触交流 在这过程中 他完成了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总结出一系列常见的思维陷阱 他把这些陷阱称为思维偏物 也叫做思维偏差 最终成果便是这本清醒思考的艺术 这本书一出版就大受好评 他在德国登上了明镜周刊畅销书冠军宝座 成为第一本击败乔布斯传的图书 他随后又被翻译成13种语言畅销全球 麦肯锡公司CEO克劳迪奥·费斯尔 称赞这本书兼具现实性和科学性精彩绝伦 华尔街传奇基金经理 畅销书《黑天鹅》的作者 纳西姆·塔勒布则认为 多贝里身上既有专业知识 又有创造才能 这是自文艺复兴结束以来少有的组合 本书内容非常丰富 总共分析了52种思维陷阱 我从中给你归纳了三大类 经常把人套牢的陷阱 分别是视野狭隘 概率统计错误和非理性冲动 下面我会为你介绍 每一类的具体表现和解决方法 以后再做决定时 你就可以对照这些内容 避开思维陷阱 清醒地思考问题 好了 先说第一类思维陷阱 视野狭隘 当人们做决定时 理想情况是考虑各方因素 仔细权衡之后再做选择 就像找工作 不仅要考虑薪资 工作时长和环境 还要关注公司和行业的未来发展 如果公司从事的是西洋产业 市场不断萎缩 可能过两年就关门大吉了 那就算薪资再高也不该进入 纯粹浪费时间精力 但我们会因为事业狭隘 而做不到全面考虑 这里介绍两种常见的思维陷阱 确认偏差和现成偏差 确认偏差是说 因为人们不喜欢被反对 于是会过滤掉和自己观点矛盾的新信息 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作者将确认偏差 称为所有思维陷阱之父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思维陷阱是有特定倾向的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能跳出确认偏差 去看和自己的倾向相矛盾的新信息 很多思维陷阱就不会产生了 比如一些老人迷信权威 只要找个白发老头穿上白大褂 再挂上某某医院主任医师的名头 说什么他都相信 即便儿女苦口婆心 给他摆事实讲道理 但是由于确认偏差 他们选择相信这些所谓的医生 而不是儿女提供的信息 如果他们能够摆脱确认偏差 去看到假冒权威的证据 或者权威也犯错的例子 自然就不会迷信权威了 确认偏差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只要我们对事情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就会掉进这个陷阱 比如张三买了很贵的减肥药 他特别希望这个药有用 于是在称体重时 如果体重降了 张三可能会把这看成是减肥药的作用 但如果体重长了 他就会解释成正常波动 或者是刚刚吃多了 不必在意 这么一来他就无法客观判断减肥药的效果 很可能花了一堆钱 体重还是没有改变 确认偏差的重灾区是经济界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美国整个投资圈都弥漫着盲目乐观的情绪 大家都在用激进冒险的方式做投资 比如把钱带给不符合还款资质的人 对投资者来说 这种方式最能收获巨大利润 之前这么搞也没出什么事 就算有人分析经济数据指出不正常的地方 警告危机近在眼前 也会被贴上过于保守或者起人忧天的标签 被丢在一旁不理睬 等到次贷问题爆发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大家才醒悟过来 后悔怎么没重视警告 确认偏差还有种表现形式 叫做好转钱先恶化 如果人们对某个领域不熟悉 就可能掉进这个陷阱 作者拿亲身经历举了个例子 有次他在度假时生病 身体各种痛 一个当地医生检查完之后 告诉他每天要吃三次抗生素 在病情好转前会先恶化 作者吃了抗生素之后 疼痛果然变重了 他打电话给这个医生 得到的回答是 接下来要加大剂量 每天吃五次抗生素 还会继续痛一阵 又过了几天 作者实在痛得受不了了 只能去急救中心 最后检查结果是盲肠炎 必须要做手术 手术医生告诉他 这种当地医生 其实是不懂医术的 临时护理 旅游区到处都是这样的骗子 这种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很常见 骗子们会和你说 我说的方法肯定管用 但情况在好转之前呢 会先恶化 这种说辞会让人产生确认偏差 忽视情况恶化的负面信息 明明情况不断变糟 却发现不了 因为如果情况好转了 那当然是骗子有能力 如果情况恶化了 也说明骗子预言正确 未来总归会好转 不管情况变好变坏 骗子都是对的 说完了确认偏差 下面说说现成偏差 现在的现成为的成 这是说我们只根据自己看到的现成例子 来理解整个世界 而根本看不到不同的情况 为什么会看不到呢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而大脑呢 又偏爱那些吸引眼球 鲜活具体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容易从自己接触的事出发 来想象所有情况 有个民间故事 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两个农民忙了一天 晚上坐下来聊天 两人呢 就想象皇帝的生活有多爽 最后两人的结论是 皇帝那么有钱 他挑水用的一定是金扁蛋 现实生活虽然不会这么夸张 但许多人也会和这两位农民一样 把个别例子当成普遍情况 比如有的人看张学良 抽烟喝酒活了一百多岁 就认为抽烟喝酒不影响健康 有的人因为网购买到过质量不好的商品 就认为一切网购都是骗子 医生们也是现成偏差的受害者 许多医生都有自己喜欢的治疗方法 他们常常不管合不合适 用这些方法治疗所有病人 现成偏差还有种表现形式 叫做幸存者偏差 这是说因为生活中更容易看到成功案例 于是我们会高估成功的可能性 我们在网上更容易看到 让人热血沸腾的鸡汤 比如某龙套演员演了许多年的路人 某天被大导演看上当了男主角 一跃成为影视巨星 或者某位作家前行写作十来年 小说出版立刻爆红 不仅版税数到手抽筋 影视改编权还能卖个几百万 又或者某人辞职创业 开个网红蛋糕店人气爆棚 但实际上成功者永远是极少数 用作者的话说 每位成功作家的背后 都有一百个卖不出去的作家 每个卖不出去的作家背后 还有一百个找不到出版社的作家 而每个找不到出版社的作家背后 还有几百个连写完一部作品都做不到的写作爱好者 怎么能摆脱现成偏差和确认偏差呢 答案就是想办法看到不一样的情况 作者给出了几个建议 首先我们可以找想法不同的人合作 让他们来提供更多样的视角和建议 这种方法在不少大型组织里都有运用 为了避免决策的盲目 他们会设置一些职位来专门提反对意见 比如美国国防部就有一个组织 叫射杀委员会 他们的工作就是指出任务的风险和不合理之处 提前射杀不合理的任务 其次因为大脑非常容易忘记反对的证据 所以在思考时最好把想法写下来 然后刻意寻找反对的证据 比如各种失败的例子或者暗藏的危机 把这些也一条条的写下来 白纸黑字摆在眼前 大脑就算是想忽视也不行 自然会更慎重的考虑 在这过程当中啊 要特别注意所谓的特殊情况和例外 要抓住他们仔细研究 弄明白这些例外到底会如何发生 这都能帮助我们更清醒的思考 另外对于好转前先恶化这个陷阱 我们要寻找能反映真实情况的指标 来判断事情到底有没有好转 比如一家公司要进行部门调整 业务改革 那这多少会影响业绩 让销售额下降 但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其他指标 比如部门调整之后的工作效率 新业务的推进速度等等 来判断整个趋势是变好还是变糟 这样一来就能跳出确认偏差 对事情有更准确的判断 好了 说完了视野狭隘 下面来说第二类思维陷阱 概率统计错误 概率统计是很常用的数学工具 我们经常要衡量两件式的概率大小 来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 我们也会根据一件式的概率大小来决定付出多少成本在上面 但我们的大脑其实并不擅长理解概率 这就会导致各种问题 这里呢 我介绍三种常见的概率统计错误 忽视回归均值 零风险陷阱和关联谬误 先说忽视回归均值 回归均值是说从概率统计上看 事情总是在极端和不太极端的情况中来回交替 并且会趋向均值 而且这种摇摆很可能和外在因素没什么关系 打个比方 常看NBA比赛的人都知道 就算是全联盟最顶尖的神射手 也不可能每场都保持高命中率 在连续几场的高水平发挥之后 他的命中率就会下降 再过一段时间又会回升 天气也是这样 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破纪录的高温 那么接下来几天的气温很可能下降 如果连这一个月都是阴雨绵绵 那么下个月晴天的可能性就会提升 这都是因为极端情况不会长期持续 最终总是要回归均值 忽视回归均值 会让人们在生活当中做出错误的归因 比如李四最近很倒霉 刚刚被老板批评工作不给力 女朋友又和别人跑了 累完一天回到家 结果发现钱包还被人偷走了 可以说是倒霉到家了 于是啊 李四找了个算命的 花了一大笔钱做了一个转运仪式 你认为李四的运气会变好吗 答案是可能性很大 但是这和仪式没有半毛钱关系 因为接连发生倒霉事是一种极端情况 不可能长期持续 就算什么都不做 李四的运气也会好转 书中还举了个例子 有个企业的地区负责人 把员工中工作积极性最低的那3%的人 送去上一个激励培训班 想借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结果上班课 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果然就不在垫底了 但这是否说明培训有用呢 这很难说 因为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 可能本身就在摇摆 只不过培训前恰好处于最低谷而已 之后即便不给他们培训 他们的积极性也会自己提高 回归均值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 事情有自己的内在变化规律 当我们分析事物变化的原因时 应该去深入探究具体过程 而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 因为有人做了一些事 就一定是这些行为导致了变化 找到真正的原因 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制定决策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零风险陷阱 这是说我们会不理性地追求零风险 想象一下 一个人脑门上顶着一支左轮手枪 枪塘最多装六发子弹 每次抠动扳机会随机选择一个枪塘发射 如果枪塘里装了四发子弹 你觉得他愿意付多少钱来取走其中两发子弹呢 如果枪塘里只装了一发子弹 他又愿意付多少钱来取走这发子弹呢 调查发现 大多数人愿意花更多的钱取走一发子弹 因为这样一来就肯定不会死了 但是从概率的角度来看 第一种情况的死亡风险是从三分之二降到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降低了三分之一 第二种情况呢 是从六分之一降到零 降幅才有前者的一半 换句话说 人们花了更多的钱 降低的风险反而更少 这当然不理性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人们常常高估零风险的价值 总觉得需要做到百分之百安全 于是为了彻底消除微小的风险 愿意投入极高的成本 但这反而会带来新问题 一个经典例子 是美国在1958年颁布了食品法 禁止食品含有任何致癌物 这个规定出发点是很好的 就是不切实际 比如在奶酪 熏肉 罐头等各种腌制食品中 就含有致癌的压硝案类物质 而在各种烧烤食品中 也包含了多种致癌物 这听起来很可怕 但正如那句话说的 撇开伎俩谈毒性 就是耍流氓 只要在安全指标内 这些东西并不会造成什么危害 如果想完全去除它们 不仅费时费力 还要加入许多其他添加剂 这么做不仅成本巨大 而且这些添加剂的副作用 也非常明显甚至危险 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于是这个法规最终也没有实行 其实风险是生活中 无法逃避的一部分 执着于零风险 既没必要也不可能 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降低风险 比如外卖尽量找正规餐饮店 出行选择更加安全的方式 家里准备一些防灾装备等等 做完这些之后 就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拥有的健康 财富和感情上 并从中体验乐趣 这才是高质量的生活 好了 讲完了人们对零风险的执着 我们再来说说 关联谬误 这说的是 人们会因为有说服力的情节 高估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 举个例子 你认为下面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第一 飞机场关闭 航班取消 第二 飞机场因天气原因关闭 航班取消 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选二 因为一没给理由 二给了一个很有逻辑 说服力很强的理由 但其实一 也就是飞机场关闭 航班取消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不只是天气原因 飞机故障 甚至是恐怖袭击 都可能导致飞机场关闭 所以一所包含的情况 要比二更多 可能性更大 就连专家也会犯关联谬误 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 丹尼尔卡尼曼 在一次大会上 把石油专家们分成了两组 他和第一组专家说 明年石油消耗会下降30% 和第二组专家说 因为明年油价会飙升 所以石油消耗会下降30% 很明显 影响石油消耗的因素很多 比如说清洁能源的大力推广 汽油税的提高 都会导致油耗下降 也就是说 第一组专家会更认可卡尼曼的预测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第二组专家认为卡尼曼的预测 实现可能更大 因为明年油价会飙升 这个说法更具体 因此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从而让专家也高估了 事情发生的概率 卡尼曼认为 这是因为我们快速反应的直觉 更偏爱有说服力的情节 于是在速度较慢的理性逻辑 开始运行前 直觉就已经做出了判断 这会让我们高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付出不必要的成本 作者举了一个亲身经历 911恐怖袭击之后 他在出行时 发现有家公司提供了一种专门的 恐怖主义保险 看到这个保险名字 就让人想起刚过去的911事件 作者就被打动了 花了比普通旅行更多的钱 买了这份保险 后来作者发现自己很傻 因为恐怖袭击本身就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 买保险并不划算 更荒谬的是 其他旅行保险本身就包含了恐怖袭击 只是没起这么夸张的名字 完全没必要特意买个恐怖主义险 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的概率时 要特别小心描述中包含的故事情节 不要依靠直觉立刻判断 而是想一想 抛开这些情节 事情本身的真实概率到底如何 通过理性计算得出正确的概率 来作为我们决定的依据 说完了概率统计错误 下面来说思维陷阱的第三个类型 非理性冲动 有句话说得好 冲动是魔鬼 很多时候 就算我们全面考虑各种因素 仔细计算风险概率 最后做决定时 还是可能一时冲动 无法保持理性 比如家里衣服都堆成衫了 但只要看到限时六折的促销语 有些人一看 有便宜占 就不考虑买回来根本不穿 控制不住的买买买 这里介绍两种非理性冲动导致的偏差 行动偏差和不作为偏差 行动偏差是说 明明行动也没啥用 甚至可能会有负面作用 但我们就是控制不住 想做些什么 比如在夜总会门口 有一群年轻人在吵吵嚷嚷 看起来像是要打群架 如果是年轻警察看到了 他很可能会控制不住 立刻出手 想提前阻止冲突 但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老警察 会选择在一旁观望 等真动起手来再干预 英国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指出 警察的过早干预 可能会激化冲突 反而会增加受伤者的数量 行动偏差 一般出现在事情走势不确定的时候 比如股市剧烈下跌或者上涨时 尽管不确定 这到底是长期趋势 还是短期波动 许多投资者都会控制不住自己 卖出或买入股票 而在股市里真正赚到钱的 往往是那些沉得住气 看清趋势之后 在交易的人 正如股神巴菲特说的 在投资时 行动与成绩没有相互关系 为什么我们这么偏爱行动呢 因为远古人类在狩猎活动时 行动要比思考价值大得多 那个时候的环境中 到处都遍布着危险 当丛林里有什么奇怪响动 我们祖先的第一反应 就是赶紧逃跑 而不是安静地等待观察 因为耐心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等跳出来一头老虎在跑 那就来不及了 在自然进化中 这种行动优于思考的倾向 从原始人身上遗传给了现代人类 于是我们遇到不确定的事实 会觉得焦虑不安 这种情感会促使我们去做些什么 来缓解焦虑 知道了行动偏差的原理 以后大家遇到不明朗的情况时 请尽可能地保持克制 告诉自己等到看清局势 再做决定也不迟 你也可以想出一些方法来限制行动 比如有的投资者会采用定投的方式投资股票 只在每个月固定日子买入和卖出 其他时候不看任何股市行情 极端点的人甚至会在定投日操作完成之后 直接删除股票的APP 等到下个月定投再重新安装 就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地少操作 说完了行动偏差 接下来要说的是不作为偏差 和它恰恰相反 这说的是当放弃行动和采取行动 都可能带来损害时 人们常常不管损害大小 总是倾向放弃 因为这样造成的损害 看起来就不是自己的责任 从情感上更容易接受 想象一下你是药品管理局局长 现在有一种治疗绝症的新药等你审批 但新药副作用很强 虽然能拯救80%病人的生命 但可能杀死20%的病人 你会通过审批吗 心理学家发现 大多数人不会通过审批 因为这感觉像自己杀死了那20%的病人 至于药物不被通过 导致更多病人死亡 人们会觉得杀死病人的是疾病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逃避责任的非理性冲动 会带来许多问题 比如公司高管会觉得 与其花大笔费用研发新产品 开拓新市场 还不如继续吃老本 因为万一研发方向错了 浪费了时间和金钱 这锅就是自己的 结果就是产品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最终丢掉市场 又比如有些父母知道注射疫苗会有不良反应 于是就算孩子不打疫苗更容易生病 他们也会倾向于不打 因为万一有副作用 父亲就会觉得是自己的责任 要怎么克服不作为偏差呢 在做决定前可以这么告诉自己 如果我不是答案的一部分 我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这是说如果不去解决问题 那我就是在维持甚至加重问题 不作为偏差的核心是对责任的逃避 这句话让我们意识到 就算选择放弃 自己依然对问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会让人能冷静下来 去客观对比结果的优劣 哪个更好就选哪个 说到这里 清醒思考的艺术这本书 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今天主要给你介绍了三大类思维陷阱 第一大类是视野狭隘 人们会因为确认偏差和现成偏差 只看到支持自己的信息 无视不同意见 或者把个别例子当普遍情况 做决定时无法全面考虑 为了克服视野狭隘 我们可以找意见不同的人合作 同时刻意寻找反对证据 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进行思考 第二大类是概率统计错误 人们会因为忽视回归均值 错误总结事情变化的原因 会因为零风险陷阱 投入过高的成本 也会因为关联谬误 高估一件事情的发生概率 了解到这些思维陷阱 我们就能更准确地分析事情真相 做出更理性的判断 第三大类是非理性冲动 当情况不明朗时 人们会陷入行动偏差 冲动形式 我们可以通过培养耐心 和限制自己行动 来克服行动偏差 而当放弃行动和采取行动 都会带来损害时 人们为了逃避责任 会倾向于放弃行动 为了克服不作为偏差 我们可以通过提醒自己 背负的责任来督促自己 不要逃避决定 将损害降到最低 好了 清醒思考的艺术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